这个杂草的名字叫做黑发草 农村的老人家都喜欢拔回家 偷偷藏起来 但是很多年轻人却不知道原来好处那么多 大家好,我是佛山奥花匠 我们养花的时候难免会发现 花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杂草 遇到这些杂草 大部分人会把它通通的丢掉 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如此 但是有一种杂草 如果遇到,我是赶紧把它换一个更好的花盆 给它一个更舒适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拿来洗头发 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家 基本上都会偷偷的把这个东西拔回家藏起来 晒干之后使用也可以 生着拿来使用,效果也不错 这个东西可以让白色的变成黑色的 非常适合那些这样子的朋友 因为我这个视频是说种植的 所以我不能说的太详细 这个东西的植物叫做汉墨莲 这个家伙是一种杂草 绝对的杂草 因为它在我这个花盆里面 是种蓝莓的花盆 什么时候长出来我也没留意 当然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它 所以我是舍不得把它丢掉 最后就把它继续留在这里 由于有它的存在 其他的杂草也获得了生存的空间 有时候比较懒的时候 我是懒得拔这个草 其他草也懒得拔 这个汉墨莲养在花盆里面 前两年我是特意去挖回来去种植 结果挖了几次总是活不了 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 这个反而在不理它的情况下 也生出来了一颗 其实关于这里 很多朋友总是在那一想 如果白了变成黑了 就想到生姜和手屋这些东西 老实说我在南方 很少看到有人在家里面种活和手屋 当然可能我认识的人不算很多 至于生姜这个东西太上活了 不适合多用的也不是太好 所以您的爽则基本上都是不对的 很多老人家都不用生姜 也不用和手屋 反而喜欢用这个 这个汉墨莲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我们只需要把它煮成水之后 就可以拿去洗发了 您会发现不仅这里不容易痒 而且白色的很容易变成黑色的 而这个东西只要在花盆里面衍生 您会发现它能很好的存活 由于它本身非常容易结那个种子 所以等它种子成熟之后 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花盆 让它单独种植 您会发现以后就不缺这个东西了 这个植物在野外其实很好发现的 您会发现它的名字叫做汉墨莲 然后它的上面的花斗顶上 会结出一个莲棚一样的东西 然后您只要把那个田棚摘回家 然后尤其是成熟的莲棚摘回家之后 撒在花盆里面 您会发现以后真的不再缺了 前几年我试过一次去拔这个莲莲 那时候因为很难找到 尤其是我这里农村已经很难找到这个汉墨莲了 我是找了很久才在一个河边上去找到它 这个植物比较喜欢一个靠近水源的位置 然后在水源堤坝上面会比较容易发现 然后把它拔回来之后 没多久它就枯萎了 那时候在那里想这个植物还真的不容易 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把那个种子带回来之后 去种植会更加的简单 当然记住 由于它是杂草的一类 所以它根细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千万不要把它跟其他的果树 混种在一个花盆里面 一来把营养都吸收了 二来互相之间 也不知道有没有互相问题的全地 比如虫子细菌的问题 所以最好准备一个小的花盆 比如一个两家轮的花盆 种上一盆之后 您会发现以后就不缺这个植物了 经常去弄一些煮来水 拿来泡 拿来洗 您会发现好处真的很多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农村的农民 把它作为看家库院的其中一根植物 拿来种植 就是这样子 以前满地都是 现在想找一棵真不容易 所以遇到了 记得把种子留下来 把苗子放在那里 它那里容易存活 把种子带回来 养在花盆里面 然后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对于新手来说 它种植非常非常的简单 您会觉得 其他种完之后 其他植物都是足够多余的 然后它就非常好养 不用理 长得坏 还有一个好处 它就本身能非常有效的吸收空气里面的 有害的气体 比如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尤其是家庭里面新房子的 就不要用养什么绿萝卜 或者其他植物了 养这个 您会发现原来它也可以 而且去除的能力也是不低的 记住了吗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华匠 感谢大家 拜拜